大家好,4月12日晚映画春秋,咦,我们又回来了,隔了一个星期 那就有三位主持,今晚就有我Grace Agnes Thomas 首先讲一些跟进奥斯卡的消息 那就是有关Will Swift 我相信这个焦点都是集中在这个人的身上 就不是集中在哪部电影裸奖的身上 那最后奥斯卡的委员会判决了 Will Swift 盖釀一巴掌之后的刑罚是怎样的 那就是十年就不可以出席任何奥斯卡的活动 包括就是网上和颁奖例的活动 都挺重,其实我觉得好像是 那其实之前Will Swift已经认识,他已经退出了 他好像是那个评审,他也是其中一个成员 他退出了 打算这样表示这个诚意协议 其实他这次这样,大家都 都恶言的,其实都会 因为他之前其实都很震撼,但是 没想到原来他自己人对自己人都是这么严厉 我觉得Will Swift做那个退出的奥斯卡 那个学会那个举动,我觉得 他只是想補奖而已 他没有用过最严格的的惩罚就是 黏着他那个影帝的薯榮 这件事是最重要的 你说罚他十年不能出席奥斯卡的颁奖典礼 你又未算是去到最重的 你既然在个派对里 你做了一些事情,搞坏了派对 不让你出席派对 我觉得都正常的 就是说,把你列入黑名单 但是没有说过将来他再有戏 没有说过不提名 这些人还是 没有 他没有说过他不可以拿提名字 他只是说不可以出席班祭典礼 但是我觉得 应该凝罚他自己就说接受了 我觉得他现在这样的处理 会不会比Johnny Depp 比Hollywood 一些主要的片场杯葛的情况 我觉得应该比Johnny Depp 他好像是Netflix 有些电影 本来找了Will Smith做 现在都要禁止 我情绪Netflix还有一个 我忘记了在哪里 哪一套公司 Apple TV 好像是 是 那就麻烦了 你也知道串流平台 两大串流平台 如果是 就是 我不知道他会实施多久 所谓的 永不录用 应该是不录用此艺艺人 其实也是 但是你在近期 应该你也不会怎么看到他会有作品出现 如果是这样的话 我想起码都 这个叫做什么 Bad list 我觉得这个举动 至少要有至少五年了 我想 哇 这么大串 我猜是 所以有些人 都很 有人想 不定10年之后 他会再被邀请上屏Oscar 哎呀 我回来 哈哈哈 其实 所以有些报道说 他真的玩完了 其实都很大串 因为你想想 如果他那一刻 他不上台 打人 或者他上台 他跟Chris Rock 或者是好像说笑话 那样解决了一件事 他其实真的 他贏了 他贏了 是啊 他贏了 现在反而是Chris Rock Chris Rock 贏得掌声 是 因为Chris Rock 其实他自己被人答 他被他这样答 其实他自己当然 他会与 但是他 他做那些 Standlight Comedy 他知道的 其实他就 他就应该不要生气 Ru Smith的 然后他被人打完之后 他又没有被人 被人告 之后 他因为Chris Rock 他一直都有搞 他自己的讨论 那些 他去英国 去美国 一直都有开访 那些胡票 全部受兴 排到八月都好像说 都很难买 好像说三千元张 炒到 是 所以其实他真的得益 是啊 所以做人最重要 要冷静 是的 否则你一时冲动 就 真的 損失真的很重大 那有些评论 就说 Chris Rock 为什么 会不用受罚呢 其实我也有想过 最初 我自己也有想过 喂 你就是罚 Will Smith 但是又不罚 始作俑者 Chris Rock 会不会有些 不公平呢 如果你从一个 很保守的角度来说 就是说 你嘲笑别人的纲头是不对的话 那 老实说 他这句话是有无凡性的 但是如果从 就是我尝试从一个 美国人的角度来看一件事情 会不会美国文化是 我觉得美国人是觉得这些嘲笑的笑话 其实他觉得是无相大雅的 就是 甚至乎你看那些 Hip-Hop 或者看那些 Rap 那些对血 很多时候就是 那些战争呢 就是说到 你踩到人家的掌盾 是 这里我先说两件事 首先 他说 Gi 光头可以去拍GiJ GiJ 这套副做什么 叛奥鸿鸿鸿鸿 是 其实大家都知道 含义是为什么的 其实不是很想扁他笑去的 但是 没办法 现在就说 他是反正去笑去的 但是我觉得 其实他这样 公众在一个场合上 这样说的东西 其实他是多 这些是真是一些 讲笑话的技巧来的 不是有心去 说他不对 其实 Jada Pinkett 他就 我先说回他的背景 刚才 Thomas 说以前那些 Hip-Hop 界 大家都是 是很重要的 东西暗地争 证实过 去到杀人的地步 美国 是的 经常都有的 那些Hip-Hop 音乐界 和帮会 混合一堆 其中有一个被人杀了的 歌手叫做 Chaka Tuker Chaka Tuker 很出名的 他就被人杀了 他当年是Jada Pinkett的朋友 来的 说回 因为其实 Bee Sui 老公婆 在黑人影圈 音乐圈 都有很重要的地位 其实 他都 不要说领军人物 都是那些 大哥大大大 爹大 现在一说 封杀令 我相信他们的 人质 都没有以前那么多 所以 这件事 应该都是这样 那一段落 我相信 是的 但是 其实 我们知道 上集 我们说过 我们真的都是 幸好 Chris Brown 也是个黑人 又不是 我想 又会有啃然大波 现在就是 你们自己 有人自己拆掉 我们都 理不了那么多 对不对 如果你们说 玩有色人种 的话 所以 这件事 暂时 都告一段落 而且 我觉得 Will Smith 就算你给他 你给他提名 也好 我觉得他十年来 应该都 没什么可能 再有机会 奥斯卡的奖行 所以 十年的刑法 我对他来说 应该影响 就不是那么大的 是鱼而已 现在的惨是惨在 别人不聘你拍戏 是 这个真的很麻烦 不过 我想 没什么人会关心 另一件事 就是 新潘不是说 杨健融了两个奖 我想没有人记得了 没有人记得了 他又不说了 哎 又是不了了之 哎 这日白 真的很喜欢 扰这些存在感 真的比较麻烦 这些人 是的 我们说完 Will Smith 这些 花生事之后 其实我们 接着 其实是 想说我们 这部电影 也是关于奥斯卡 也是关于有食人种的 也是关于 Smiths 不是 里面有Chris Block 有个访问 有个镜头 其实是 有他份 有的 就是 今届Oscar的最佳记录场片 叫做Summer of Soul 叫做《灵魂乐之下》 是不是《恶之下》 我怕记错中文译名 《灵魂乐之下》 是的 没错 他那一字 应该读成音乐的 是的 《灵魂乐之下》 然后 他就因为 他在Disney Plus 已经上映了 已经上了架 变成了 都不好想了 供应是不会有 也因为这些题材 供应 都比较难 所以我们也很幸幸 可以在Disney Plus 看到这套纪录片 那这套纪录片 那这套纪录片 其实 大家看的时候 是不是因为 我是冲着看 应该Oscar 拿了奖 拿了奖 那其一 其二 是因为我看到 有一些文章 他就说 这套纪录片 拍得很悶 觉得是过穴 那我就想 你都知道我很坏的 你说难看 那我就看 你说多难看 那我觉得 看完之后 我就觉得 大家的观点 总之 那篇文章 的观点 是有些问题 有些错 我觉得是不适合 在这套纪录片上 就是这样 那如果你是 想说 你这套纪录片 拍得很激昂的 就是好像 同期 刚刚Disney Plus 都上了架 叫做洞穴拯救行动 The Rescue 那就是说 野猪队13个人的拯救事迹 那你拿这套 是和《灵魂乐之下》 在一起 是不是真的有些问题呢 其实是 那《灵魂乐之下》 是怎样去拯救 就是 没有那些 其实很奇怪的 拿来 compare 完全去那一回事 那好吧 我们说回《灵魂乐之下》 其实呢 它是一个1969年 一个音乐会 其实那时候是有色人众 就是叫黑人音乐会 就是黑人和拉丁裔 就是那时候是哈林区 那些观众很多都是哈林区的黑人 而且又连致四方八地的 举行了那个音乐会 那个音乐会 音乐节会就叫做 《哈林文化节》 其实当年就说 曾经被譽为 是好像黑人胡思托演唱会 演唱会 那样的 那当年也是 因为胡思托演唱会 那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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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让我们组织 那麽 那麽 但是 那麽 反而这麽 哈林音乐会 那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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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直到近年才掘出來, 發現原來有這麼珍貴的片段, 談了很多年, 投奉當年出席過演唱會的音樂人、 搞手和觀眾, 整整合合之下, 一套Summer of Soul, 還有一個副題, Or when the revolution could not be televised, 的紀錄片就誕生了。 其實我覺得他最有趣的, 就是他裡面提及過一個搞手, 是否Tony Wilson? 我又沒有記錯, Tony Lawrence? 是,Tony Lawrence, 這個人是, 好像是因為這套戲, 然後讓大家去找這個人, 但是這個人其實很神秘, 因為之後牽涉到比較麻煩, 他好像突然間人間消失了, 就有傳聞說他在2017年已經過世, 但是他再附加一句話, 其實沒有一個證實的, 其實我看完這套戲, 我也有興趣去找回一些, 他說是一個歌手, 很懂得去銷售東西的, 他說這個音樂節其實很多, 那些叫做演出者都不是很願意, 因為怕收不到錢, 怕不知道會發生什麼事, 但是他是這個搞手, 其實他是幾個搞手, 就保證了一班歌手, 我會先給你, 然後我一定會有安全措施, 即是會有保護, 現場會有保安, 所有事情會搞得很好的, 就不像我看另外一個, 所謂那個不知所謂的音樂會, 這個反而這個是非常完善的, 所有事情都搞得是, 他最有趣的是, 他找保安, 他去找當時的黑炮黨, 因為他說那些警察, 不是很願意去做保安, 那其實又, 你想起, 其實已經不是現在了, 其實警察和黑人那個對視, 那個對立面, 其實已經是歷史悠久, 那在1969年, 其實這套戲挺好的, 他一開始會講一些歷史給你聽, 為什麼這個音樂會衍生, 那個裡面的意義這麼重大呢, 因為發生了很多事, 金賴迪, 約翰金賴迪被刺殺, 然後就是McCommerce被人殺, 之後就是馬丁、路德金被人殺, 再是羅拔金賴迪被人殺, 其實那時候, 最越戰, 其實那時候那個美國, 是充斥著一些很憤怒, 很低的整個國家, 1969年這個音樂會, 其實它有一個意義, 是令到可以, 令到那些黑人, 叫做, 叫做怎樣呢, 團結回來, 聚集回來, 可以提醒, 令到他們, 其實我最主要就是, 可以令到他們開心回來, 所以, 他找了黑爆黨來做保安, 反而呢, 會好過用一些警察, 因為其實我想那時候, 美國警察應該沒有那麼多黑人, 他現在去找一些白人, 我覺得到時候, 這個場面會比較差一點, 好會是, 我覺得最大膽是那個紐約哥市長, 白人市長, 他是光明正大走上來, 跟那些黑人在那裡說話, 他又不怕製造混亂的樣子, 你說我們香港的官員, 有誰敢走上來, 大眾面前跟那些大眾在那裡說話, 他們隔著螢幕說話的, 現在科技進步, 那你那個白人市長呢, 他也有說過, 其實他是, 他是偏向是支持, 就是黑人平權的, 所以有些白人就很不喜歡他的, 那時候的背景就是這樣, 然後就開始一個音樂會了, 其實呢, 我唐德套戲呢, 你除了聽歌之外, 因為其實, 我不是很, 我除了Steve Wonder之外呢, 其實我其他都不是很懂, 但有些歌我是聽過的, 我小時候, 我爸爸那時候播過, 播過來聽歌, 尤其是他唱My Girl呢, My Girl呢, 我聽過, 其實這個是某, 就是某一隻香煙品牌的主題曲來的, 而我自己記憶就是某個銀行, 某個美國銀行, 曾經賣廣告, 就是用了My Girl那首歌的, 是啊, 銀行, 我經常記錯, 因為香煙, 我經常記錯, 但我一定聽過的, 我們從小聽到大的, 所以, 那些歌呢, 其實, 就是, 你一聽, 這些船都好像聽過的, 其實一些都是異熟能場, 那, 其實, 這套戲固然就是, 他講很多黑人歌手, 或者黑人樂團, 去參加這個演唱會, 那, 對於我們來講, 可能我們最多聽過, Steve Wonder唱, 就是彈鋼琴唱歌, 但我們真的不認識黑人文化這些東西, 那, 那就不太悶了, 對於黑林區來說, 這場演唱會很重要, 很深入他們的歷史文化, 對於我們來說, 我們不是黑人, 那, 跟我們有什麼關係, 但是, 這套戲固然是沒有任何, 令你覺得激昂, 興奮, 那些很有政治性的議題, 或者是一些動機告訴你, 你一定要鼓吹你去做什麼, 只不過是告訴你, 這場演唱會有什麼人出席, 以及他們出席的時候, 他們做了什麼, 他每一個歌手, 或者團上台都有些意義, 好像有一些得對, 有黑人, 有白人, 而在那個年代來說, 是沒有這些混合組合的, 黑人就黑人, 白人就白人, 為什麼上台那班人, 有一個鼓手, 和一個吹嘶嘶嘶豐的, 是白人, 其餘是黑人, 他們在搞什麼呢, 他們那些音樂, 又有一些跟傳統的搖滾樂, 或者是黑人的那些, 傳統音樂有一些不同的, 已經是混合了一些另外的東西, 以及衍生了一些新的東西出來, 其實這場演唱會, 很多音樂就是透過這些, 這些音樂人, 大家混合和合去玩出來的, 那他這一套紀錄片, 他大多數時間都是播別人在唱歌, 以及他播放那些參與者, 或者是一些樂手, 一些訪問, 相對而言, 他就沒有什麼花蝙蝠, 來講究竟這場演唱會怎麼搞出來, 所以, 這套戲其實是很正經的, 沒有什麼很juicy, 很戲劇性的東西, 但是我覺得這套紀錄片, 你可以很清楚看到黑人音樂, 究竟有什麼不同的類型, 因為黑人音樂其實是由Bruce開始起家, 然後再分拆成為不同種類的音樂, 例如Jazz, Gospel, 或者黑人也有黑人的POP Music, 等等不同的東西, 你是很清楚可以領會到, 究竟不同種類的黑人音樂, 對於黑人的意義是怎樣的, 例如說, 從宗教那方面, 從政治那方面等等, 你是可以看到, 這些黑人文化其實是影響宗教, 影響政治, 等等這些其實影響很深的, 這些文化音樂其實跟黑人的生活是息息相關的, 例如說, Gospel那部分, 即是他這套戲都花了不少篇幅來講, 黑人的風音音樂的, 黑人的風音音樂其實跟白人風音音樂就有, 其實是很不同的, 如果你看看, 傳統的基督教音樂就是, 唱聖詩, 彈琴, 管弦樂, 之類的那些東西, 即是很齊整的, 很嚴肅,很莊嚴的, 但是, 黑人那種福音音樂, 又很不同的, 因為黑人經歷過被欺壓那個年代, 接著他就, 接著他們就, 衍生另一種方法來去認識信仰, 接著, 又融合了一些Bruce和Jazz的音樂, 然後就產生一些Gospel的音樂出來, 即是他們就是, 藉著音樂來去, 即是從一個, 受壓的情況之下得到釋放的, 即是這套戲, 雖然只有兩個小時時間, 其實很短的, 但是, 他是可以從一個有限的時間裡面, 就, 就等到一些不是很認識, 即是黑人音樂人, 包括我自己, 就可以看到, 原來這些音樂其實對你來說是很重要的, 哈哈, 還有那裏就是說, 他們有一些, 客人音樂團, 或者一些音樂人, 他們說說, 當年有一些, 即是他們去, 登台演出, 或者是出來表演的時候, 有一種一隊, 叫做, Defined Dimension, 他說, 當時那些大眾是嫌他們, 不夠黑啊, 說他們, 太白了, 說你們唱流行, 即是想唱一些, 好像近流行, 白人流行樂的東西, 但我們想要的是黑人, 即是, 你們好像有一些, 偏離了, 其實他們都很, 他們其實都不甘於, 只是唱黑人類型的, 他們覺得, 我們怎麼不可以唱得, 即是多些, 不要閒死自己呢, 在台上, 他們會, 即是在那個音樂節, 他們會去唱流行樂, 即是, 黑人唱流行樂, 當時來講, 其實都幾破格的, 即是, 可能我們覺得, 沒什麼東西, 都只是首歌, 但原來不是, 他們都分得很清楚, 那麼, 我看一看, 我發覺, 他訪問了Five Dimension, 那隊成員的其中一, 那兩個是夫婦來的, 那麼, 我其實看那一套, 一開始都是釣魚的, 即是, 沒有集中到精神, 現在看到那對夫婦的名字, 喂, 那個女的, 叫Marian McCoco, 不是, Marian McCoco, 她不是就是, Mini Houston, 另一首名曲, 叫做, Saving All My Love For You, 的原唱者, 你想想, 80年代的音樂天后, 她選了70年代的樂隊的一首歌來唱, 那首歌不是流行歌, 但是, 她一唱之下, 就變成了流行歌, 所以, 其實對她的影響是很深遠的, 是, 還有, 這套紀錄片裡面, 他會, 穿插在一個, 即是音樂會之中, 他會穿插一些, 關於黑人的文化, 就是, 由, 當時她們的衣服, 頭, 其實她們的頭, 為什麼她們那時候, 60年代的頭, 要這麼爆炸, 哈哈哈, 但是, 原來她都是有說給你聽的, 原來是, 她們很想找回, 因為她們有些是在非洲來, 非裔, 原來, 他們覺得, 那個頭, 好像是, 怎麼說, 其實, 好像是告訴別人, 我是很自豪的黑人, 所以我的頭會弄成這樣, 因為黑人的頭髮, 其實是天然亂的, 如果她們想迎合白人社會, 她們很多時候, 要用很多時間, 去把頭髮拉直, 但是, 在那個年代, 她們很想有身份認同, 她們就會, 穿一些, 一些非洲國家的服飾, 髮型, 和一些首飾, 其實就是展示, 她們是很, 怎麼說呢, 她們是很滿意自己的, 那個種族, 她們那個根, 是怎麼樣的文化, 這個是挺有趣的, 其實因為, 爆炸頭這件事, 如果你有記憶的話, 其實, 如果, 那些父母, 曾經都不知道為什麼, 弄了那個爆炸頭,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他們弄了這麼這樣的頭, 但是, 如果你看回, 哇, 這麼有趣的人, 那個頭的根源, 原來是這樣的, 為什麼他們那時候, 每個人的頭都是這麼爆炸呢, 我覺得這個挺有趣的, 其實她們是這樣穿插, 其實她裡面都會穿插一些, 當時的政治環境, 就是, 黑人要面對的問題, 她最有趣的是, 那時候剛剛, 登月行動, 美國白人是很好, 我覺得很偉大, 但是她去到訪問, 這個音樂會裡面的黑人, 因為其實就是這個, 貧富懸說的問題, 就是告訴你, 當時的貧富懸說就是這麼嚴重, 黑人是覺得, 喂, 你那塊錢, 你可以餵飽很多人的, 那為什麼你要去做這些事情呢? 上到月球, 你只看到一塊石, 有什麼意思呢? 不如你拿那塊錢來餵飽我們, 我們生活得很痛苦, 原來這個就是那個, 當時的, 其實現在也是, 其實如果你有留意美國, 其實那個, 那個黑白, 就是黑白人, 或者有色人種的那個, 那個財富的分配, 其實都依然是很不平均的, 就是黑人多數是處於一些比較, 赤貧的地, 的階層比較多, 那這裡又是, 這個, 這個隱身這件事又挺有趣的看下去, 就是那個社會, 原來那個分化是, 都挺嚴重的, 你看到那個年代, 那你們, 就是我看完是不是, 其實你會覺得認識多一些, 就是你會對黑人的那個, 歷史會比較, 會再清晰一些, 其實剛剛Thomas說的那些福音歌, 其實, 我想大家都一樣, 為什麼你會第一次接觸, 黑人的福音歌呢? 我想, 是不是大家是看修女也瘋狂那時候, 才第一次接觸? 修女也瘋狂, 或者是, 是, 是, 也是唱這類, 黑營風的音樂, 是, 因為那時候, 那時候, 那時候, 什麼修女也瘋狂, Sister Art, 就是, 就是, 就是說, 胡比高拔去到那個教會, 本來他們就是, Thomas說的, 那些白人呢, 唱那些歌,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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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人的, 黑人的, 黑人的福音音樂, 帶了進去, 變成了, 整對修女, 就會唱一些, 黑人式的福音音樂, 那時候, 其實, 我記得那個, 聲音樂是很, 挺受歡迎的, 然後那時候, 我就接觸, 原來, 福音音樂可以這樣唱的, 這個, 看完Sister Art, 然後再看這套戲, 原來那時候, 已經是這樣的, 已經是有, 是這樣的, 有這樣去表達, 一些福音音樂的, 黑人, 就是黑人階層裡面, 那, 那, 好像有個底, 我們會, 我們看到, 不會覺得很詫異, 因為我們之前, 已經看了一套90年代的片, 已經是有說過這件事了, 其實, 再早一點也有的, 譬如說, The Brother Bruce, 即是, 那套叫做什麼? 龍虎相霸佔, 即是, 其實都是這些SNL現身出來的, 那些喜劇來的, 即是說兩個人是唱Bruce的, 不知道要去籌錢, 就去到處找音樂人, 其中一套, 就在餐廳裡撞到, Ariva Franken, Ariva Franken, 就是那些唱Bruce的天后來的, 那套戲, 就請了黑人白人的音樂人, 全部夾在一起, 都要喊歌, 那樣, 很早就都有的, 雖然我們沒有在大人網上看, 其實我覺得這套戲, 我留意到, 是今晚影展是有播放的, 那我在台灣的反應是, 他們覺得在戲院看, 是, 好像在聽一個音樂會, 因為其實我在電視看, 我也覺得, 如果我在戲院看, 聽那些歌會很開心, 會享受得多, 其實真的很好聽, 我們從來都沒有接觸過, 現在有聽, 其實那些歌挺好聽的, 其實是, 其實有一個我不認識的, 因為這套戲我才認識, Alice, 你說呢, 你看《Before Sunset》嗎? 還是《Before Sunrise》? 是, Linna Simon, 是的, Linna Simon, Linna Simon, 是阿俗出來的, 她那時候, 她出來自彈自唱, 也是唱Bruce, Jazz, 很出名的, 其實怎麼說, 這個《Before Sunset》呢? 因為《Before Sunset》最後, Evan Huck, 和一個Julie Delphi, 在那裡吹嘴, Jullie Delphi, 就說她去看Linna Simon, 最後一場演唱會, 然後扮演她, 動身動細唱歌, 最後就是這樣, 所以其實, 你說Linna Simon, 就可能令你想起, Jullie Delphi, 扮演她的一幕, 是嗎? 是啊, 其實名字有點熟, 但是, 但是你又會覺得, 原來Linna Simon, 原來那時候, 對於一些黑人的女性, 那個, 那個, 那個衝擊, 或者是一些啟蒙, 會令一些啟蒙, 會令到她們, 會令她們覺得, 突破了她們, 原來我們做, 不是, 好像這麼固定, 黑人婦女, 我們就是做一個家庭主婦, 或者一些很低下層的工作, 原來我可以, 好像Linna Simon, 這麼破格的, 那樣, 好像剛剛, 那套戲裡面, 有訪問一個黑人的女記者, 那樣, 她是第一個入學, 她經常, 即是入大學的, 但是她是被欺凌得很厲害, 即是種族隔離政策, 那樣的對待她, 但是她說, 如果我不開心, 我被人欺凌的時候, 我就會聽Linna Simon的歌, 我會覺得, 你這些人唱歌, 我不會理你們的, 那樣, 我繼續做我自己的事, 那, 直到她, 可以成功地成為一個記者, 即是, 其實Linna Simon, 一個, 一個女歌手, 是可以, 改變了, 不少黑人女性的, 命運, 這件事其實是反映到一個, 一個民族, 即是她有她自己的文化, 那, 你要保存這些文化, 其實是相當重要的, 我覺得不單止黑人, 甚至我們現在, 即是說, 我們自己香港, 我們現在近幾年, 即是, 在這個抗爭, 陷入低潮的時候, 我們其中一件事要做的, 就是我們要, 去捍衛我們, 要去保持自己的文化, 即是, 我們現在聽MIRROR, 或者聽一些, 本部歌手, 其實, 都是在做同一件事的, 所以, 你看, 這套紀錄片, 你見很多黑人, 觀眾, 或者什麼, 其實他們都是很希望保留, 他們自己的傳統, 很希望去宣揚, 叫做, 我想給人認識, 我們的音樂, 或者什麼, 那, 這個是很珍貴, 所以這套戲, 其實看完之後, 真的很珍貴, 其實是, 可能那個時候, 沒有人, 那個年代, 他們真的, 處於一個很低的位置, 也都, 不會有人看你們, 但是你現在再看, 其實, 挺心酸的, 50年後, 很多裡面, 片裡面的人, 很多都走了, 已經是, 但是, 當它重現的時候, 其實原來這一段歷史, 是很重要的, 因為原來, 它是不知不覺間, 影響了, 一批, 就是之後的黑人, 就是, 它影響了很多音樂人, 黑人的音樂, 其實就算是, 之後他們很多人的, 走的路, 其實都很重要, 雖然它說只是一個夏天音樂會, 還有, 它只能夠舉辦了, 好像那天是三屆, 它好像說過, 有搞過, 但是之後, 69年之後就沒有了, 就沒有了這個音樂會, 就沒有再搞過了, 已經, 是, 其實你看完就覺得, 很可惜, 其實它除了黑人之外, 它是拉丁, 拉丁裔, 就是它有說是, 那時候是其他在哈林住的拉丁裔音樂, 都混合在裡面, 就是不只是我們所說的黑人音樂, 是原來連拉丁音樂, 拉丁音樂都混在所有音樂裡面, 融合了一個大融路, 來展示給大家看, 其實真的挺感動的, 它有說是, 概探就是, 因為它這部紀錄片拍攝, 純粹是1969年, 之後就一直放在那些電視台倉庫, 沒有再被人發現, 直到近年才有, 但是其實, 如果當年它真的有發行到, 或者是有流傳的話, 其實它再等兩年, 它可能不止影響力, 不止那麼少, 為什麼呢? 因為70年代後, 它開始那些黑人剝削電影, 就爆了出來, 是的, 如果是, 這個影視加這個音樂, 兩方面一起進行, 其實可能會更多一些東西, 當然了, 紀錄片它沒有流傳到, 但是其實已經不自覺, 已經影響了很多東西了, 是的, 所以這套, 我們是推薦的, 因為我覺得是, 你可以認識一個文化之餘, 你也可以看到一個歷史, 就是, 好像Thomas你所說, 你也有寫說, 其實你, 我們想說, 如果我們有看電影, 基本的美國歷史, 其實你應該都會接觸到的, 除非你個人很編識, 就是我們所有的編識, 你這個又不看, 那樣又不看, 你只是看一些適合你看的東西, 你當然不會了解這套戲裡面的東西, 但是我看這套戲的時候, 我是覺得, 我看到很多一些, 我們以前看的電影裡面, 所說的歷史, 那我就會比較能夠投入去, 是的, 這一節我們都差不多了, 這套戲, 那今節就先說了這麼多, 那下節回來再說另一套戲,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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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親熱的激烈 姐妹們, 全然覺得非常噁心 엇資棲